各位朋友好,欢迎来到在水一方的频道 今天是5月1日,五一劳动节快乐 而西方言语有四月雨带来五月花 这是提醒人们要耐心忍受逆境中的苦难 五月之后终于迎来开花结果 简而言之就是波云渐日,匹吉泰来 这个视频是昨天拍的,是礼拜五 我去了法拉圣的另外一边 就是在罗斯福大道在缅街以南的那一段 这家是新龙新超市 是在今年3月28日刚刚隆重开业的一家新超市 它左边是罗斯福大道的入口 右边是缅街入口 这家玩法很独特 你可以一边喝茶,享用热食,还有一边玩游戏 有一边打热食就会出售 辛苦的工作却没有领到相职的报酬 这是每一个人的心声 只是他一周工作七天是更辛苦 不过呢他感觉上外国人他们抱怨是抱怨 还是蛮潇洒的在抱怨 是蛮潇洒的在抱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纽约美食城 我没进去过 挺好奇的 这是他们的户外用餐区吗 我做以后呢 决定进去瞧瞧 里面看起来蛮干净的 就是下午两点左右 人算是少的 我打你一枚头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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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粥拉麵麻辣烧锅 看看这家台湾小吃有些什么东西 排骨饭 沙场牛肉饭 鸡腿饭 排骨饭 臭豆腐 点了肉燥干面 还有臭豆腐 还配了一碗味噌汤 臭豆腐是我最喜欢的 它的泡菜跟大蒜酱都是藏在下面 这是迄今为止我在美国尝试过最好吃的臭豆腐 不过我也是只是吃过其他两家而已 吃完饭之后看到对面有一辆流动式的新冠疫苗诊所巴士 给人们注射疫苗的 我在这里要提醒各位朋友 你在打之前必须要知道它是实验性质的 然后再依自己的情况而做出决定 这是布兰的政府楼 发放免费食物的中心 民众可以在此领取免费食物 输果 听说在4月12号的时候 有人突然听到从此大楼传来大概四五响枪响 过往民众在听到枪声之后 四处逃窜 不少人躲进了对面的纽约美食村 就是我刚吃东西的地方 免费食物的派发主要是为了帮助那些 因疫情陷入困境的人 尤其是长者和伤残人士等 但是我听新闻说 大部分紧急救济食物招人烂领 不少华人领取食物后 把不喜欢的直接丢到垃圾桶里 这不仅是丢到食物啊 而且是丢到我们华人的脸 更甚者 有一群人几乎会出现在所有的派发地点 好像是有组织的 还有在微信群可看到有人转卖领取的免费食物 真的是超夸张的 对于这些缺的 又想在疫情中发财的人 引起了一些派发机构的不满 他们开始采取一些措施来阻止 这些人的领取 便把排队领取改为电话预约 这样子会比较能够制止 帽领或者是重复领取的情形 希望能够把免费的食物 发给真正需要这种救济的人的手中